大家好我是乖修缠 今天是2022年4月26日 咱们做下复盘 恐慌之后又见恐慌 2900点一破 2800点回到吗 当前的位置是物极必反 还是雨一直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当前的指数 那么今天的话呢 又是接近300家个股低停 90%的个股下跌 那么呢 继昨天的白点长英之后 昨天的话呢 是158个指数点下跌 今天呢 又有惯性往下跌了42个指数点 那么像这样的下跌的话呢 其实对于个股的杀伤力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而且呢 咱们前面呢 其实从 不管是从 3550点强压区 还是说对于4月6号 4月7号这样的一个 防范呢 是二次摊底 包括呢 在4月18号 19号 这位置呢 防范的是 进一步向下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 有没有低到位呢 首先 咱们从两个层面来去思考 第一个层面的话呢 市场的最终底部 它一定是走出来的 而不是通过技术分析 通过某种声音判断出来的 为什么呢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2015年 2015年的话呢 其实在5178前后 如果说对于产伦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的话呢 当时不管是通过 背驰 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强顶分破五军 其实呢 阶段性的风险是很容易是识别和判断的 但是呢 当它跌到4000点的时候 当时有一种声音叫做4000点 是牛市的起点 那么不知道在4000点附近的时候 有多少散户 在这位置呢 又冲杀了进去 而后的话呢 结局最终的跌到2636 那么当前的话呢 有一个位置是 值得重点进去参考的 什么位置呢 从历史的历史低点 列出到从998点以来 那么呢 把大的历史性底点 历史性底部作为一个连线 那么剑指什么位置呢 这样剑指2800 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之声 那么这个趋势之声呢 在技术层面来讲 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而当前的位置的话呢 像今天收盘收在2900点下方 收在2886 比如说从这个节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在2800点 这个位置附近 它大概率会有一个 技术层面的趋势线层面的 一个直升的节点 好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呢 从当前这个位置来讲 那么在前面的话呢 不管是在3100点也好 还是在3200点也好 还是在3000点也好 市场上很容易出现一种声音 什么声音呢 就属于可能即将迎来什么 超大的反弹 或者是迎来这种 暴风反弹 会迎来这样的一个等等 但是呢 从技术本身来讲 如果说是一发二行 我们重点从 残忍视角下的话呢 只是观察 它下跌有没有触发被辞 有没有相好的信号 那么其实连续两天的话呢 这两天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杀恐慌盘 而且呢 在4月21号呢 刚才讲到恐慌之后的话呢 我们当时对比了历史上 几次杀恐慌盘的一个阶段 就是呢 即便恐慌盘出来了 那么它也有可能恐慌之后又见恐慌 为什么呢 恐慌盘不见得说一天或者两天 就立马能够出干净呢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当前从技术层面来讲 技术层面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的表达 从日线层面 它是日线的盘整下 我们被迟 那么从30分钟层面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节点 它也是属于30分钟的 先端下 先端上 先端下 这个位置是30分的级别三脉 三脉的话呢 当时的识别是非常清晰 那么这个位置呢 因为还没有出现明显的 这个30分钟先端下内部的话呢 并没有明显的被迟 没有被迟的话呢 你是不能 从常认视角下的话 你是不能认定 它这个位置就会结束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再观察它的次级别 就是5分钟 5分钟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5分钟的一个节点上面来讲 咱们在前面这个位置啊 就讲到 如果说像上连前面的5分钟 中处下远都不接触 它实际上触发的还是5分钟三脉 5分钟三脉的话呢 那么它的被迟关系是被打破的 而且呢 当前这样的一个下跌 实际上 它还是5分钟的一个线段下的延续 那么这个5分钟线段下呢 和前面的这样的一个线段下下跌 同样相比较来讲 它也没有被迟 一种被迟被打破 被迟被打破 从这个节点呢 就属于日线层面 盘整下午被迟 30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未完成 或最终上它的刺激也是未完成的 从5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它也是当前没有触发被迟 既然是没有触发被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你是不能识别 就是当前这个节点 如果从禅论本身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第一 底不被识别 不被识别就不能认为它是肩底 第二的话呢 它没有被迟就没有触发买点 好 这是从5分钟的一个视角 而且呢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节点呢 如果说后面的一个推演 怎么讲呢 如果说5分钟线段下 后面5分钟线段上和前面有接触 它就够住第二个5分钟收缩 那么呢 然后呢 再走一个形象的离开段 5分钟趋势下跌 趋势被迟 趋势被迟的话呢 再对比 这是属于30分钟线段下 30分钟线段的内部 5分钟结构饱满了 再对比和前面的被迟关系 那么呢 被迟的几点呢是可以把握它的几点呢 但是当前这种被迟被打破 被迟被打破的话呢 那么后面 它的一个催生的几点是什么呢 一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继续关系往下 完全可以 第二的话呢 如果说现在反弹 观察5分钟线段上和前面的低点接不接触 如果不接触的话呢 还是5分钟大线段下的运行当中 好 这是从5分钟的残忍结构视角来去观察的 那么用1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看待的话呢 其实当前这个位置呢 只能把它作为 从什么位置呢 从我们的3207 从这个位置的话 当前这个节点呢 只能把它理解为第三个1分钟中枢组件 好 这是一个1分钟中枢 这是第二个1分钟中枢 但是呢 第二个1分钟中枢的向下的离开段和前面是没有被迟的 没有被迟的 这个1分钟的线段上 今天是内 只是给出了一个1分钟线段 而1分钟线段呢 它是构不成本级别的组织类型的 所以说呢 今天盘中这样的一个折返的话呢 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秒级别的反弹 连1分钟级别都算不上 所以说这个位置呢 对应呢 它实际还是属于1分钟的三脉 那么再进行回头的话 后面观察了几点 先用1分钟去跟 1分钟的一个观察跌点是什么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和前面有接触 构成一个第三个1分钟中枢 而后呢 再如果说再往下 和前面有被迟 好 这个位置呢 可以宣告1分钟的趋势下跌 结果保满有被迟 所以是可结束 而后的话呢 先期待一个1分钟的走出类型上 1分钟走出类型上呢 在5分钟层面来讲 它可能对应的是一个5分钟的线段 而后再观察5分钟的线段和前面的5分钟 前面的5分钟的前面 低点做一个比较 也就是呢 当前 而且呢 市场的所有的转折点 可以这样去理解 必然是从小级别开始演化的 如果说连小级别的被置点 小级别的拐点都没有呈现出来 那么呢 是不存在技术或者方法论本身的买点的 好 这是对于商量指数多维度进行观察 那么从大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在2800点一带呢 可能会有一个 支撑 这是从趋势支撑线的一个视角和运用 在他没有破之前 这个位置呢 是有支撑的一个作用 那么从残论结构的话呢 当前不管是从自线 30分钟5分钟 这个位置的话 他是没有触发被辞 所以说呢 只能只能这样去跟 用观望 用客制的一个视角 好 这对于商量指数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 像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呢 像今天 给出的是优雅性 盘中的话呢 一度冲高 2% 但是呢 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的话呢 咱们前面讲的 呃 次数已经太多太多 所以什么呢 他前面是经历了从二零 从二零一八年的十月份 一直到二零二一年的七月份 也就是呢 持续的时间 接近三年的时间 这样的一个上涨 这个上涨的话呢 过渡了一日线的趋势上 且趋势被迟 那么对应的话呢 日线的趋势被迟 被迟一脉 被日线的大二脉 当时还是日线的先端下的延续 日线先端下的延续的话呢 那么从日线层面来讲 它的下跌是未完成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二个线段和第一个线段下跌 它是没有被迟关系的 没有被迟关系的话呢 那么我们再看它的内部 内部的话呢 从三十分钟层面来讲 其实当前这个三十分钟 它已经勾住了两个中枢 但是呢 它的离开段和前面相比较来讲的话 也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呃 没有这样的被迟 而且呢 这个位置内部 它有两个五分钟枢 两个五分钟枢的话呢 它都次级别也是没有被迟的 就是从三十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向下的离开段 和前面相比没有被迟 人的这个离开段的内部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去观察 列书到观察的是这一段 从两千七百六十四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来进行看待的话呢 还前面一个五分钟输输 两个五分钟输输 这个位置下跌的话呢 它实际上还是没有触发被迟的 除了没有触发被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后面 最起码要等待什么信号呢 日开 你最起码要看到强底分 或者是强反暴方量 你才能作为五分钟 或者是一分钟级别的 或者是五分钟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可能 没有出现这种信号之前的话呢 对应的你只能去观察 这个观察的话呢 列书对于创业版指数来讲 后面 因为从弱到强 从低到涨 它的一个转折的话呢 可以大致可以分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的话呢 是偏标准的方式 这个标准的话呢 列书好 较高级别 呈现明显的被磁接连 它的次级别 有结构有被磁 通过去研讨 这个比较标准的 那么第二种视角是什么呢 是以小转大的方式 什么叫小转大呢 就是前面也没有被磁 几滴 但是呢 它是以 最小级 小级别的被磁 引发大级别转值 或者说呢 大级别小级都没有被磁 没有被磁过之后呢 最起码它会呈现什么 呈现一个 对应的 打平方没有被磁 它直接的反弹之后 力度较强 回落 再不给心低 而后的话呢 直接走这样的一个反向 那么从自动视角的话呢 最起码你可以利用 利用它的一个二次确认 这个二次确认 从三十分钟层面来讲 最起码用二类买点 五分钟层面来讲的话呢 你可以先等一个 五分钟的 先等一个五分钟的 中枢组建 五分钟组建之后呢 看方向的选择 方向选择如果说带量 那么呢 这是一个观察级点 好 这是对于创业版指数的一个观察视角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去 看待 看待的话呢 像今天从个股层面来讲的话呢 依然是属于杀伤力比较大 杀伤力比较大的话呢 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呢 因为修缠 在复盘的视频当中 其实更多的是 反复提醒的是严谨 谨慎 克制 我还发现呢 很多朋友呢 可能一听觉得呢 被过于悲观了 其实呢 完全没有必要 并不需要自己主观的 乐观 还是悲观 其实呢 只是 保持冷静 保持平常心的去观察走势本身 走势触发了机会点 我们就 从机会点上去着手 看它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 有没有板块 能够率先迎来资金的流入和进攻 如果说呢 事实上没有触发机会点的 保持平常心 等待这样的一个节点出现 这才是一个理性的一种分析式 分析习惯或者是一种态度 好 这是对于商人指数和创业版指数的一个看待 那么另外呢 从大的一个环境来讲的话呢 一个是上海疫情 依然是居高不下 第二的话呢 实际上而无冲突 它并没有 并没有花床去好 这些呢 都不决定性 再加上时间窗口的话呢 那么本周结束 即将迎来的就是五一长假 那么这个时间 即便的话呢 它也是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这个不确定性的话呢 也就是本周整体上保持克制 即便明天或者后天出现了什么呢 即便出现了 不管是继续 小心小阳心的呈现 还是说呢 给出这样的一个超低反弹的动作 但是总体上面来讲呢 应该保持一定的克制 但是如果说你的仓位前面的已经减了 或者是已经空仓了 那么在这样的节点当中 在2900点下方2800点附近 在这个节点的话呢 你要是从长周期的角度来讲 那么呢 去挖掘一些值得你去分批进场的 这样的一个中长的布局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 但是一定要注意节奏 就种不要一开始 咱们昨天也是这样讲的 不要一开始干嘛呢 就一冲动 就追进去了 或者是就杀进去了 朝底朝底 宁愿什么呢 宁愿得到市场的一定的确认 不管是资金层面 还是从情绪层面 得到明显的缓和 就那大的部队没有明显的进场 那么对于散户来讲 不要轻易的去当赶死队 好 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咱们再做一个总结 总结的话呢 当前从位置层面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个人认为是 你的情绪 你的态度 是你的仓位决定的 但是从客观的 技术分析的一个视角来讲的话呢 当前他下跌并没有触发 不管是三日 不管是日线级别 三十分钟级别 五分钟级别 他都没有触发被迟 没有触发被迟的话呢 你最起码要等待相应的被迟点 这个被迟点的话呢 没有呈现之前的话呢 只是个观望 但是呢 从位置上面来讲 从历史的趋势之中线的一个视角 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越往下 未来的这种空间和潜力就会越大 那么未来的空间和潜力越大的话呢 即便即便呈现这样的一个 当前还没有止跌 即便呈现止跌的信号之后 他也不见得所有的板块 所有的个股都会五差别的上涨 他也会什么呢 有有梯队的 就是什么 资金成交量 率先在什么板块上面 能够充分的去体现 那么到时候呢 再把注意力放在 有明显资金进攻的板块和方向当中来 好 这是咱们今天的复盘的内容 希望呢 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和启发 那么核心的话呢 只有一句话 就是呢 客观的观察走势本身 以法而行 而不是单纯的凭借想象 凭借自己的喜好 和自己的立场 而是呢 呈现 就呢 不管是从量价关系 还是从残论结构 还是从买卖点本身 买卖点本身 它就分级别分类型的 如果说没有呈现这样的买点的话呢 那么多一份克制 多一份忍 多一份忍耐 多一份观望 但是一旦出现之时呢 能够及时的看到 不至于就让 大喜大悲 都要不得 好 保持平常心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和启发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请记得留言 点赞 好 再见